男人突然接到警察的电话 让他来认领一具女人的尸体 警察把女人的遗物交给他 里面是一部手机和一串钥匙 通讯录里只保存了男人的电话 经过调查女人还有一个离婚的丈夫和七岁的女儿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亲属 在职心不在焉地听着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女人欠他的钱该怎么还 原来在职是一家模特公司的小组长 女人是他手底下的一名模特 他们的工作就是为那些新开的公司站台宣传 女人的意外离世让在职有些焦头烂额 因为女人还欠了他一大笔钱 他让手下的模特把女人去世的消息发不出去 本想看看有什么人能来帮女人偿还一下债务 可等了半天却一个电话也没有 无奈在职只好顺着警察提供的地址找到女人家里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值钱的东西抵债 他在门口按了好一棍门链 见迟迟没人回应便用钥匙打开了门 就在他翻箱倒柜的寻找时 突然洗手间的水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不一会儿一个小女孩从里面走了出来 在职一时间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女孩显然就是女人七岁的女儿 面对家里闯入陌生人女孩竟视而不见 他自顾自地拿着一块面包来到桌子下面 面包已经发霉可他还是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在职告诉他自己是妈妈的同事 并问他家里值钱的东西在哪里 可他说了半天女孩却无动于衷 在职用手在他眼前挥舞 却引不起女孩丝毫的注意 他这才发现女孩不仅听不见也看不见 一无所获地在职给女孩父亲打去电话 可对方却不耐烦地说他们早就离婚了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郁闷地在职独自在阳台抽起了烟 这时女孩闻到了烟味 她以为是妈妈回来了 于是拍打着地板让妈妈赶紧过来 在职小心翼翼地靠近 女孩静一把抱住了她 可当她摸到在职的脸时 突然害怕地往后躲了起来 她这才发现对方不是自己的妈妈 女孩的叫声引来了房东 还没等在职开口 房东就把她当作女孩的父亲一顿臭骂 则骂她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这么久都不来看看自己的女儿 在职从房东口中得知女孩的名字叫小慧 他们租的房子下个月就要到期 如果不愿意继续住的话 就把押金退给她 当得知押金高达八万美金时 在职心里顿时蒙生了一个想法 她决定再等一个月 拿到女人的押金抵消欠款 于是她谎称自己是小慧的父亲 还把女人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房东 说等房租到期后他们就会搬走 房东对女人的死感到很遗憾 房东说自己在妇女协会工作 让她如果遇到困难随时联系 告别了房东在职开车回到公司 可门卫却拦住了她 因为管理的模特意外死亡 在职被老板炒了鱿鱼 还因拖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 被赶出了员工宿舍 无处可去的在职只好来到小慧家 决定暂时住在这里等着房租到期 小慧是一名视听障碍的患者 她的世界没有声音也没有光明 只能通过触摸来赶至周围的环境 小慧摸到了在职的皮鞋 知道陌生人再次闯进了家里 她很害怕却什么也做不了 于是拿着面包躲了起来 虽然在职是为了钱才来到这里 可看到小慧一直吃发霉的面包 她又于心不忍 于是她买了两份炸酱面 并把其中一份递到小慧面前 炸酱面很香 小慧拿起来闻了闻 虽然馋得直流口水 但她最后又把面放回了碗里 因为妈妈曾告诉她 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于是她又拿起面包躲了起来 为了打消小慧的顾虑 再直把自己的皮鞋藏了起来 又扔掉了桌子上发霉的面包 小慧发现在直的皮鞋不见后 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 再直静静地在一旁观察 本以为这样小慧就会去吃炸酱面 可小慧最后还是选择伸手去拿面包 当她发现桌子上的面包不见时 突然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起来 再直见状急忙把炸酱面递给她 却被她一把打翻在地 妈 小慧不停哭喊地躲进了桌子下 再直只好外出买回一大袋面包 可小慧拿起面包却又改变了想法 她来到再直面前 双手抓住炸酱面就吃了起来 这让一旁的再直满脸无奈 此后小慧放下了对再直的戒备 她似乎明白这个陌生男人对她并无恶意 再直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小朋友 她找来房东帮小慧洗澡 小慧调皮地把她的T恤高乱涂乱化 晚上打雷的时候她会来到再直身边 挨着她一起入睡 有时她也会忍不住偷偷哭泣 似乎她知道妈妈不会再回来了 再直也会像一个爸爸一样 在小慧半夜生病的时候背着她去看病 再直越发开始对小慧关心 而小慧也对她越来越依赖 为了让小慧长大后能自己照顾自己 这天再直带小慧来视听患者学校上课 希望她能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这里的孩子有的是听觉障碍 有的是视觉障碍 聋哑人可以依靠眼睛来辅助学习 盲人学习可以依靠耳朵来辅助 可小慧却是视听同时患有障碍 因为无法感知外界的环境 小慧常常会在课堂上大喊大叫 扰乱老师的教学秩序 她这种情况老师也不知该怎么教她 最后再直只好带小慧回家 她买了一些十字玩具 耐心地在小慧手上教她十字 小慧很聪明 很快就学会了自己的名字和最爱吃的面包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在职本以为可以顺利拿到房子的押金 可这天银行的工作人员突然到访 原来小慧的妈妈生前 在银行有一笔贷款没有结清 银行这次来查封了家里的所有财产 就连房子的押金也被一起冻结了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在职更是雪上加霜 在职这些年混得并不好 曾经的小弟接管了他的职位 他让在职赶紧还掉公司的欠债 小弟让他清醒一点 别整天稀里糊涂地活着 三十好几了还一事无成 面对小弟的嘲讽 在职也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晚上在职翻看小慧妈妈的手机 发现他曾经借给乡下的阿姨三万美金 于是他决定带小慧一起去乡下寻找 在职把对方的照片印成寻言启事 他们一路边走边问 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很快他们带的食物就吃光了 小慧敲打着空瓶子示意自己渴了 可附近没有商店 在职偷偷溜进一个西瓜棚 挑了一个又大又甜的西瓜 这一幕被路边的监控拍得一清二楚 在直带小慧来到河边 这是小慧第一次吃西瓜 在职交他要把西瓜子吐出来 可小慧却直接吐在了他的脸上 在职交小慧认识西瓜 他把西瓜二字写在小慧手上 就在他们嬉戏打闹的时候 一个女人突然找了过来 女人是瓜棚的老板 她拿出在职偷西瓜的视频 面对确凿的证据在职根本无力反驳 因为没钱赔偿 在职只好来到瓜棚帮忙 笨拙的她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下午天空下起了大雨 小慧想让在职带她去雨地里玩 起初在职很不情愿 可看到小慧开心地在雨中玩耍 在职也慢慢融入其中 此时的两人仿佛成了一对真正的妇女 晚上严真邀请他们一起吃饭 吃饭时小慧把嘴里的食物 吐出来递给在职 在职责怪她不能这样浪费粮食 严真的父亲见状开始解释起来 她说这是小慧喜欢在职的表现 严真父亲说这是因为小慧觉得好吃 她想把好吃的留给自己喜欢的人 在直听后有些动容 一开始她只是为了押金谎称是小慧的父亲 可渐渐相处下来 她已经把小慧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在直拜托严真帮忙寻找他们要找的人 很快严真就打听到了消息 原来他们要找的阿姨其实是个骗子 她骗了很多人的钱 如今早已不知去向 得知真相的在职并没有决定回去 她觉得留在这里生活也挺好 于是她找到严真询问还缺不缺工人 严真似乎对她很有好感 不仅爽快答应让她留下工作 还给她腾出了一间屋子居住 严真的外甥送给小慧几只小鸡 小慧第一次体会到生命在指尖跳动的感觉 在直教小慧认识小鸡 把小鸡写在她的手上 接下来的日子 在直陪着小慧一起在田间玩耍 他们一起感受大自然 一起触碰树上的柿子 抚摸泥土和沙子 严真也非常喜欢小慧 她会拍下他们一起玩耍的视频上传到网上 三人有说有笑 俨然一副一家三口的模样 严真还给小慧做了新衣服 上面是她亲手缝制的西瓜图案 虽然小慧听不见也看不见 但她却能深深感受到这份爱意 本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幸福地过下去 可很快曾经的小弟就找了过来 原来他们看到了严真发在网上的视频 因为无力偿还老板的债务 小弟狠狠揍了再值一顿 并开走了他的车进行抵债 晚上小慧察觉到在直受了伤 他轻轻吹着伤口帮他缓解疼痛 这一刻再直在也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他用小慧的手指摸了摸眼角的眼泪 然后在小慧手上写下眼泪二字 告诉他自己此时此刻很难过 再直不想让小慧跟着自己受苦 于是他再次联系了小慧的亲生父亲 可对方说什么也不肯带小慧走 因为他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 分别时男人想要抚摸小慧 可小慧却害怕地躲开了 他对男人没有丝毫感情而言 仿佛在直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在直最后把小慧带到了孤儿院 在直给小慧买了最爱吃的面包 此时的小慧还不知道在直江要离他而去 他摸索身边的凳子 却发现早已不见在直的身影 小慧丢掉面包开始四处寻找 最后被一扇玻璃门拦住 他拼命拍打着玻璃 哭喊着寻找那个像爸爸的陌生男人 看到小慧哭得如此四心裂肺 在直最终还是忍不住打开了门 他蹲下身子抚摸小慧的脸颊 帮他擦去脸上的泪水 小慧在他手上写下了眼泪二字 表示自己此刻很难过 接着他又写下了爸爸二字 小慧早已把在直当成了自己的爸爸 而在直也把小慧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这次他们决定彼此不再放手 这是一部关于残障人士的电影 他们一出生就失去听力事力和语言能力 这样的人生仅是想象就让人绝望 他们应该得到大家更多的关注 影片最后是个开放式的结局 但我相信 在直一定会带着小慧重新回到乡下 过着平淡且幸福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